嗨 午安 今天哥哥又要來講故事啦 那今天講完故事之後 一樣會教你們做一個可愛的DIY 今天要做的就是黏土的小豬嗎 他是小豬嗎 他是今天故事裡的主角 他叫做奧利維 那奧利維他有發生非常多的故事 有出了非常多本繪本 今天要講的是其中一本繪本 是奧利維情報員 奧利維他是情報員嗎 我們來看看故事裡面發生了哪些事情 你們看 有一天下午奧利維正在走廊上 他聽到媽媽和阿姨在講電話 媽媽說 快煩死了 才剛剛把廚房清理好 奧利維就想要一杯藍莓奶昔 奧利維聽到他的名字停了下來 我告訴他 打果汁時不要裝太滿 不要把全部的藍莓都放進去 不要倒太多牛奶 不然奶昔會噴出來 你們看 他回 他媽媽說 媽咪我知道 我知道怎麼用果汁機 結果你們看 他把藍莓跟牛奶 所有的東西都噴了出來 在牆壁上甚至印出了一個奧利維的印子 可是奧利維什麼事都不管 直接拿著他打好的奶洗 轉身走開 媽媽繼續說 可是他把廚房弄得一團亂 雖然奧利維說 他都知道怎麼用果汁機 媽媽繼續說 要洗衣服 我請他 把爸爸的白色襯衫放進洗衣機 奧利維 我說 一次放進去一件 不然等一下他們會繳成一團 洗衣精 只要一小瓶蓋就好 奧利維說 媽 我知道怎麼用洗衣機 你們看 發生了什麼事 奧利維 你把你的紅色襪子 跟白色襯衫放在一起 現在白色襯衫變成粉紅色了 奧利維這個時候說 我覺得粉紅色很漂亮啊 那 媽媽說 好 那你拿去穿吧 結果 她還真的拿去穿 喔 我真希望送她去某個地方 讓她更懂事 媽媽跟阿姨抱怨著 更懂事 奧利維心想 可是 我是家裡最懂事的人啊 她到底在說什麼啊 我應該要調查清楚 於是她決定展開調查 但是她必須偷偷的來 小朋友們 你們看 奧利維這個時候 從鑰匙孔偷偷的望向 房間裡面 總是引人 注目的奧利維 這次必須躲起來 不被發現 她躲在房間裡的各個角落 她跟牆壁上的畫 融合在一起 白色跟紅色 剛好是她的配色 她可以藏在任何的地方 你們看 她把自己裝扮成一盞台燈 甚至是斑馬條紋的地毯 是的 任何地方 你們看 你們有注意到奧利維在哪裡嗎 她居然藏在老鼠洞裡面 老實說 她不太守規矩 昨天為了請她整理房間 我拜託了五次 媽媽說 要是有一個地方可以教她聽話 像是軍校 奧利維媽媽 一直想要帶奧利維去看芭蕾舞 給她一個驚喜 但是媽媽現在覺得要再想想 如果我帶她去看芭蕾舞 你覺得她會乖乖做好 不動來動去嗎 奧利維的媽媽問著她的爸爸 她爸爸說 喔 那正是一個適合她去的地方 奧利維偷偷的溜到角落 她聽到爸爸說 不管怎樣 那都是一個有規矩的地方 她偷聽到了 爸爸說了這句話 有規矩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第二天奧利維問老師 規矩是什麼 老師說 這是一個好問題 奧利維 規矩是一個很多東西都可以做代表 它可以是一棟建築 像是圖書館 或是一種習俗 或是像婚姻 它也可以像是軍隊 或是監獄 天啊 奧利維聽到了監獄嚇了一大跳 原來規矩也可以用在監獄裡面嗎 隔天早上媽媽告訴她 在傍晚六點前換好衣服 她說 我要帶你去一個特別的地方 你要帶我去哪裡 奧利維很小聲地問 媽媽說 這是驚喜 好吧媽媽 我會準備好的 奧利維小小聲地回答 她拿出了她的行李箱 還翻出了她的衣服 上面寫著 撐住啊寶貝 她還拿出了她幾個最愛的玩具 因為她覺得她要被帶到監獄裡面了 接下來一整天 奧利維的心情很不好 她一直在想 去有規矩的地方要準備些什麼 她帶著那幾個可憐的娃娃 穿上她最好的洋裝走下樓 媽媽說 喔 你要去的地方不能帶那些東西 你今晚好安靜喔奧利維 他們在計程車上面 媽媽擔心地問奧利維 奧利維沒有回答 她正在向自己喜歡的城市說再見 當他們下了計程車奧利維大叫 芭蕾舞 你要帶我去看芭蕾舞 媽媽說 是啊寶貝 這是驚喜 我以為你要帶我去有規矩的地方 有規矩的地方 奧利維 你是不是偷聽了什麼 偷聽 是什麼意思 奧利維問 偷聽就是聽別人講話寶貝 媽咪 我不會那樣做的 我只是在收集情報 奧利維辯解 在他們坐下之前 媽媽問他說 要不要去你知道的的那個地方 奧利維說 不用 你們有看到嗎 他說你知道的的那個地方是哪裡啊 奧利維說 我很好 我不用去 當然 第一幕表演開始十分鐘後 奧利維非常需要去 你知道的的那個地方 非常需要 於是他們 媽媽帶著他又走了出去 走到了大廳 看到了服務員 他說 你好 我的小孩想要去你知道的的那個地方 服務員說 沒問題 在最左邊的門 要我陪你嗎 奧利維 媽媽問 我知道怎麼去廁所 原來他們要去的是廁所 奧利維對他的媽媽說 我知道 怎麼去 怎麼去 這個時候 奧利維自己走了過去 媽媽 則是和服務員 開始聊起了天 服務員說 我有一個孩子 和他差不多大 很難管啊 媽媽說 沒錯 你連一秒都不能疏忽 一秒都不行 你們有發現奧利維往哪邊走過去嗎 左邊的門是廁所 而右邊的門是舞台 奧利維居然把舞台的門打開 你們有看到嗎 奧利維就這樣直直的走上了舞台 跟跳芭蕾舞的演員們站在一起 很顯然 所有跳舞的 人員都被奧利維嚇到了 你們看 穿著芭蕾舞裙的 男生和女生 他們都被奧利維嚇到了 你好啦 媽媽說 這個時候奧利維走了出來 媽媽說 你去了好久 我有點擔心 而奧利維則是說 廁所比那個女士說得還要遠 謝謝你媽咪 芭蕾舞好美 寶貝 我很高興你喜歡 雖然 奧利維說 跳四人舞的女孩 可以把交織碰擊表演得更好 那麼奧利維 你從偷聽這件事情學到了什麼呢 回到家之後 媽媽在床上問著奧利維 奧利維說 有一部分是真的 另一部分不是 媽媽說 這讓你有什麼感覺呢 她說 有不安和懷疑 對不起媽咪 我下禮拜會煮晚餐 喔不 你不用幫忙 媽咪說 她對著媽咪說 媽咪 我知道怎麼做菜了 你看 她正在看著 法國主廚的烹飪書 她 就這樣對著媽咪說 我知道了 那故事就到這邊 那準備好材料的話 我們一起來做今天故事的主角 奧利維吧 拿出我們今天的黏土 就可以來做奧利維啦 那今天需要的材料只有 白色的黏土 跟黑色的黏土 非常簡單 那首先呢 我們先拿出白色的黏土 那雖然不用混合黏土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 把它揉一揉 把裡面的空氣捏出來 然後 讓它比較均勻 可以好揉捏 那揉好之後呢 我們就先 捏出 兩塊 用來做耳朵 那再捏出 一小塊 用來做 手跟腳 那這個 捏出來的部分 我們先放在旁邊 然後用 保鮮膜 先照起來 這樣才不會乾掉 這樣才不會乾掉 那奧利維的身體呢 我們一樣是先 搓圓 搓圓之後呢 稍微把它捏成橢圓形 然後 我們拿虎口 大概 按在中間的位置 然後把 阿利維的鼻子 推出來 可以慢慢捏 鼻子推出來 然後把 頭的部分 壓平 身體的部分 我們也一樣 把它 捏平整 做出一個像這樣子的形狀 然後我們拿出我們的黏土小刀 把阿利維的大嘴巴切出來 我們大概在這個鼻子的 下面三分之一的地方 割下去 然後 稍微拉開來 就可以得到一個嘴巴 那嘴巴我們可以 因為奧利維的嘴巴比較大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捏大一點點 然後它的鼻子 是三角形的鼻子 所以我們 捏出三角形之後呢 壓平 做出它的豬鼻子 做出它的豬鼻子 好 嘴巴 然後再把它的頭 捏平整 捏好之後呢 我們可以先把它放在旁邊 然後 我們先拿出剛剛最小塊的 最小塊的黏土 分成兩半 先做出它的手跟腳 那因為奧利維的手跟腳都非常的細 所以我們只需要一點點 那先分成四半之後呢 再掌心 輕輕的把它搓成長條形 好 先放著 然後 四條 都是搓成差不多的長度 大概三公分就可以了 先搓圓 然後搓成長條形 搓圓 然後搓成長條形 好 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 黏在奧利維的身上 手的話呢 就是接在兩旁邊 然後往外翹出去 腳的話呢 因為腳很細 它站不起來 所以我們就把它弄成坐著的樣子 就先放好它的腳 然後把身體黏上去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黏好之後呢 最後我們拿出它耳朵的部分 奧利維的耳朵是非常大 像翅膀一樣的耳朵 是它的特色 所以 我們就先拿出剛剛剩的兩個 黏土 揉成圓形之後呢 把它搓成尖尖的形狀 然後把比較尖的部分朝上 稍微捏扁一點點 然後拿出 一樣拿出黏土小刀 割出它的耳朵的鋸齒狀 有一點像翅膀的感覺 那割出鋸齒狀之後呢 我們再拿出這種圓圓的地方 頓頓的 用筷子也可以 所以就稍微壓出耳朵的內側 做出一個凹凹的感覺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另一個也是一樣 但是要記得 另一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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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出對稱的 樣子 所以是在耳朵 剛剛是在右邊嘛 所以現在換成在左邊 切出鋸齒狀 一樣切幾道 切出它耳朵的樣子 然後一樣拿出圓圓的工具 壓出它的耳朵的內部 然後 捏好之後呢 就可以組裝在奧利維的耳朵上 那它的耳朵是比較向上的 所以我們黏在 大概這個位置 奧利維的耳朵非常的大 那黏好之後呢 我們先把它放在旁邊 然後準備要做奧利維的眼珠 還有它的鼻孔 那它的眼珠跟鼻孔都非常簡單 就像是芝麻一樣 所以我們就 稍微捏出一點點的黑色黏土就好 然後把黑色黏土 分成四塊 那格響來先做鼻孔的部分 分出來之後 我們就把它在 我們的食指跟拇指的指腹 輕輕地揉 捏出長條形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貼在鼻孔的位置 那記得是 竖著黏 做出奧利維的鼻孔 黏上去 然後眼睛的部分也是一樣 做出兩個小小的水滴形 細細長長的水滴形 稍微拿 指腹搓一下就可以了 然後黏在眼睛的地方 黏在 眼睛的地方 那注意喔 是尖尖的地方朝上 下面是比較圓的部分 那稍微再調整一下 奧利維的形狀 然後就可以放在桌上 等它乾 等到它乾了之後呢 就可以 變成成品啦 還喜歡今天的奧利維嗎 小朋友們還喜歡今天的故事 跟今天做的DIY奧利維嗎 你們有沒有發現 偷聽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因為偷聽 常常有的時候 不是聽到事情的全貌 所以有可能會有誤解 當有誤解產生的時候 自己的心裡可能會有不安 或是害怕的感覺 到底他們在說些什麼呢 有時候其實直接去問清楚 反而會比偷聽還要好喔 那像奧利維一樣 說什麼都知道 其實他不太知道吧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是真的 不知道一件事情 不了解的話 其實可以直接詢問 不需要像奧利維一樣 裝作什麼都知道 像他說我知道怎麼用果汁機 但是他卻把果汁弄得到處都是 他也說他知道怎麼用洗衣機 但是卻把爸爸的襯衫染成了粉紅色 所以有時候我們不需要逞強 不知道的時候就說不知道 然後也不可以去偷聽別人說話 那今天的故事就說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見